AudioJungle AudioJungle 原标题,美国海军在南海终于碰到硬查子。 直到现在,都不知道是谁干的日前。 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发表文章称,美国海军的舰在EA-18G咆哮者电子战飞机,在中国南海上空被干扰。 报道称,美国海军在被干扰之后,并没有发现干扰源到底在哪里。 不过出于惯性思维,美国海军想当然地将干扰源这个黑锅甩到中国身上。 军事专家指出,南海齐齐岛礁自古以来,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,美国海军借口所谓的航行自由,不断来南海海域进行碰瓷。 这回在南海海域终于碰到硬查子,然后一口咬定中国是中国干的。 对于这种栽赃的精神,也是简直了。 本次在南海被干扰的EA-18G是美国海军的主力电子战机,这款战机是在美国海军舰载机FA-18大黄蜂机处上,研发的一款专用的电子战机。 除了保留了FA-18大黄蜂战机的全套作战武器,此外还增加了全新的电子战系统,可以进行全波段的干扰。 根据相关资料,执行电子战任务的EA-18G战机,可以对160公里外的雷达和电子设备进行干扰。 此外,挂载在机首和一间吊舱的接收机,还可以再对敌方监听敌方目标的电子型号,可以做到让敌方雷达等电子设备全部失灵,同时确保自身电子系统的安全。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专门研发专门的电子战机的国家,虽然其他国家也研发有电子战机,但是从专业性方面来讲,还是以没有美国海军的EA-18G更加专业。 随着现代武器对于电磁信号和电磁权的依赖越来越重,很多国家都在积极研发电子战设备,以报证自身的电磁权安全,并对敌方的电磁信号进行压制。 中国展开电子战飞机的研发也比较早,目前我军的飞豹战机,歼16和苏30等战机,都可以挂在电子战吊舱,执行电子战任务。 经过多年发展,中国目前已经研发成功了,包括KZ900空中战术电子侦察吊舱,KG300G电子干扰吊舱,KG600电子干扰吊舱和KZ800空中电子侦察吊舱在内的一系列电子战吊舱,为中国研发专用的电子战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,目前虽然我们拥有了电子战飞机,但是与美国相比,我军依然存在着不少差距,随着我军包括歼16以及歼15战机服役数量的增加,未来我军很有可能在这两款战机的基础上,研发出自己的专用电子战机。 毕竟相比其他战机,这两款战机一按一六,同时飞机够大,改装空间更大,除了有人驾驶电子战机之外,目前随着中国在无人机领域的逐渐成熟,未来我国还将研发无人机版本的电子战机。 在此前的新闻图片中,曾经出现过挂载电子战吊舱的彩虹四无人机,而我国新研发的翔龙2.0电子战无人机,则将无人电子战机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。 这些飞机未来无论是在东海还是在南海方向,均大有可为。